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东西是您不吃的呀 也没什么不吃的 都行 东西以后 我就帮你做工 你就是我东家 为了我能顺利开辅上朝 下一次内演书堂考试 请你考第一 东家都开口说话 从今预起 他头悬梁 追刺骨 一定把他头朝五发誓 你就让百夫处这种物财 少主做事就是重要的 好像自从认识你之后 以前觉得难吃的东西都变得好吃 咱们少主不吃虾鱼 谢谢 不用谢 我最近发现 只有少主正能挺仗义的 默默深知那些女子不易 何必如此为难呢 这花叉的 谁家叉花放葱啊 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的 每年有几个年轻 咱们少主小时候日子过得苦 所以很多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了 多嘴 你是不是就故意 被引起磨叻地业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干什么 你就是故意的 跟他搭在一起 一起看书 一起吃饭 一起装饭 我很安心 你真像我娘 自己擦吧 少主 您这是有话要说的 不是 少主其实心里啊 有名 你任务拿图筹 不是为了开服吧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少主不辞辛劳 来这乡野之地 作为小微的父亲 我想说 我不同意